光廟口常美食周边玩乐提案 刚刚呢我们就是要在这边 入港天后宫睡一晚嘛 才能把景点全部的走完 那隔天呢 小柔这边有没有行程 帮我们安排一下 我对彰化是印象最深刻 就是那个大佛 哦 八卦山大佛 我小时候爸爸妈妈带我去看了 因为我那时候小小的嘛 看大佛就觉得哇 怎么这么大 可是呢 长大之后觉得 它好像也没有很大 那我觉得小时候跟现在 去看这个八卦山风景区啊 最大的差别就是 它多了一条非常漂亮的天空步道 然后这个天空步道呢 它其实走很轻松 它大概是1050公尺 将近一公里嘛 那一公里呢 你就可以从这个彰化的生活美学馆 一路漫步到大佛 然后走这个天空步道 你好像走在那种彰化式的森林的感觉 因为它是高的 所以你好像感觉看那个树灌层 对 就感觉是都市中的那个小森林 不同的角度 小青星 对 然后再来就是你走到大佛拍完照之后呢 不能错过的是 我觉得那个地方比较少人去 就是赖河诗墙 有那种文学的气息 我觉得这应该是会网红很爱的一个景点 对 因为我很适合拍 对啊 那你拍起来很漂亮 如果你人这样站上去那个比例就是落差很大 就是很像巨人写的诗词 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我蛮推荐的就是 你可以去吃个控肉饭 因为我常说 彰化的控肉饭永远不会让你失望 对 因为它是24小时 不是说一家店开24小时 它是早中晚每一家开店的时间都不一样 可以自己挑 那我觉得它跟卤肉饭 控肉饭跟卤肉饭不一样 它是比较像中式料理的东坡肉的概念 可是它又没有东坡肉那么软 它就是吃起来皮是那种QQ的 我觉得非常的好吃 然后有胶质 然后配上白饭 然后那个酱油是那种咸香的 我真的觉得吃控肉饭 又饿了 很饿对不对 然后没关系 那吃完控肉饭的话 你还想要吃更多美食 我先介绍大家去扇形车库 像那种CK124的蒸汽火车头 举光号 志强号 这些它就是火车头的旅馆 是 为什么叫扇形车库 因为你在火车它进场维修的时候 它有不同的轨道嘛 然后它展开来的时候 你从那个空中俯瞰 就好像扇子这样打开 超级漂亮的 而且我觉得这很重要啊 因为其实有很多小朋友 在课本上都读过这个地方 但没有实际去看过 对不对 所以这里呢 就是我们直接到彰化路港这里 来走走逛逛 小猴自己推荐的 那接下来换谁推荐呢 来来来 我们放到电视墙了 换谁推荐 我们就往北走好了 换成欣怡要推荐 直接带我们到新竹好了 这嘴巴张开开 欣怡也算小吃货了 要去哪里呢 带我去哪里吃 新竹的城隍庙 就是最有名的啦 没错 新竹都城隍庙 我跟你讲 姐吃的不是美食 姐吃的是一种回忆啊 回忆 因为呢 我奶奶呢 她就是呢 这个新竹人 所以呢 从小的时候 我们每逢就是过年的时候 我们就会回到新竹 回她的娘家 然后必来的就是城隍庙 那拜完之后呢 觉得这个心里 这个平静之后 当然就要来吃好吃的呢 让我们的胃也平静一点 用美食来抚慰心灵就对了 对 没错来抚慰心灵一下 那这边必吃的有什么呢 首先看到就是这个 润饼卷 那其实你仔细看 那个润饼卷 它里面的料 也就是豆芽菜啊 高丽菜啊 淡酥那些 好像看起来就是跟一般的 没有什么两样 那我就想说 那它到底美味的秘诀在哪里呢 据说他们有一个独门的酱汁 那个酱汁呢 就是在他们炒那个豆芽菜 或者是炒那些什么高丽菜的时候 会加在里头 就是那个独门的那个酱 让它的润饼 吃起来的味道呢 就是跟别人不一样 秘密配方就对了 然后呢你知道那个 咬下去的时候 你就真的会觉得 我首先会感觉到 那个蔬菜的那种脆脆的口感 然后再来就是淡酥的提味 然后肉松的香气 然后最后呢就是会 它最后一个味道才会是 那个花生粉的那个甜度起来 然后最后又会来一个那个 它的甜辣酱的那个 辣的那个香辣感 又碰又会噗来 真的真的非常美味 一定要来试试看 那吃完润饼之后呢 就要来吃这个必吃的 鱼丸腌碗汤 大家都知道新竹有名贡丸 对不对 但我告诉你 你只吃贡丸就是个观光客 哦 观客 我跟你讲 腌碗才是这边最厉害的地方好吗 腌碗呢 它其实就是用葱肉 那像这一家呢它里面还有加马蹄 然后呢就是那里面为什么会红红的呢 就是还有加那个红糟在里头 然后你吃下去的时候 这个是鱼丸腌碗汤嘛 鱼丸吃起来的口感呢就是 更加那种 咚咚咚的弹跳一点的感觉 那腌碗吃起来呢是比较软一点的feel 但是呢很鲜甜 然后呢加上马蹄会有点脆脆 加咔咔咔咔的那种口感在里头 就是软软脆脆软软脆脆脆 非常的好吃 就是一定要来试试看来新煮千万不要只吃购碗 内行人才吃的 对 内行人才吃 那加上这个汤头也很强 它的汤头呢是用黑毛猪的这个猪骨 这个大骨去熬制而成 除了猪骨之外呢 它在煮那个鱼丸汤的时候 它会把鱼丸里面的那个汤汁 再加一点点在这个汤里面 就是mix在一起 就是又有那个猪骨的香 然后又有鱼丸汤的那个鲜 然后整个加起来之后就 哇一口汤 然后一口腌完 再一个鱼丸 老板再一碗啊 对 所以你到了新竹城隍庙 不是只有吃米粉跟贡丸汤 好不好 这个呢也算是半个在地人的心仪 推荐给大家 他必吃的套餐 没错像我就是观光客啊 我如果去那边就是一定吃 那个贡丸跟米粉 对啊 所以这个庙口的美食真的很特别 对 那我们想要再来问问马老师 如果住了庙口之后 还有什么美食 其实也是在城隍庙附近 冬天到了 大家就想吃羊肉 如姜姆鸭 对 热一点的 对 其实我来到新竹 我一定会来这一家 我的爱店 爱店 它其实是汕头沙茶火锅 当然灵魂在哪里 不是它的肉 当然这边的肉也很厉害 最重要灵魂就是它的沾料 就是沙茶 这沙茶不是市面上市售的沙茶 完全都是店家自己炒 根据不同的 因为一个沙茶看起来黑黑的 对不对 可是你会发现 里面它有非常多 包括鲜的味道 这个肉的味道 全部交杂在里面 最后才形成一个所谓的精华 所以在这边可以吃到热炒 可以吃火锅 不管吃什么 点什么 基本上沙茶都是它主要的一个灵魂 还有包括主要的这个主角 那也可以三五好友 其实点一锅 然后呢 这边其实 这边的肉 刚刚我们提到台南 台南最有名的就是烫牛肉 对 不好意思 这边牛肉也是温体牛肉 新竹也是牛肉 对 然后切的薄薄的 然后下去大概差不多三秒钟 你就要捞起来 然后红红嫩 就粉红粉红粉嫩粉嫩 那吃口感是最棒 再搭上他们自己所炒的这个沙茶 所以每年冬天的时候来到新竹 不是吃姜母鸭 不是吃羊肉 来吃这个地方 不过蛮好吃 因为高雄也有扇头火锅 高雄扇头火锅 它会把那个蛋白去沾肉 然后下去煮 这边也是这样的吃法 这边也可以这样子吃 当然我刚刚提到 你单蘸那个沙茶酱 其实我觉得滋味就非常棒 所以你可以尝试看看 就是说先蘸原味 吃原味 然后再沾这个蛋白在里面 然后除了吃牛肉片之外 在这边很多特殊的食材 牛腥 牛肺 牛肚 都可以在这里面烫 然后搭配这个 他们特制的沙茶酱一绝 真的 到了新竹 把这枕头牛 从牛头吃到牛尾 让你整年牛气冲天好不好 到了新竹 我们刚刚说了 新竹城隍庙有好吃的 然后还有扇头火锅 不然一个当中餐 一个当晚餐好了 那下午这段时间 要找地方走一走啦 玲瓏哥 来来来 新竹这地方 有些人说新竹不好玩 没什么好玩的 那这附近 有没有一个景点让我们改观啊 跟各位介绍新竹市立美术馆 是 你会以为 哎哟 迷你型的总统府 没有错 都英国式的建筑 有像 派出在德国留学的建筑师 回来在那边呈现出来的 然后国民建筑 然后慢慢的变成 那个穗館厨的办公室 现在变成四粒古迹 在展什么呢 当代的美术 当代的艺术美术 那有很多很多那个 那个公仔 是 就是很科技的 要告诉你 新竹就是一个科技 小朋友会喜欢 因为我带小朋友去逛过 他们喜欢那些公仔 那问票都算我的 不用钱啦 算你的 无料 再来这个东城门 这个古城 这个1999年的启定 把它加了一个广场 这个广场设计得非常的漂亮 荣获2000年的建筑界的首奖 现在叫做新竹之心 my heart 新竹的心 新竹的心脏 对 来这边走一走 很有意思 你如果晚上来的时候 灯光一打开 科技的 传统的 灯光打下去 这边晚上是很热闹的 晚上也很美 这边一条护城河 它很漂亮 你会看到老人家在那边散步 还有一个一模二模的 然后在那边看书的 然后越接近新竹之心的地方 就越漂亮 街头艺人也在那边表演 所以你肚子搞得太大 想要走一走再绕一圈是很赏心烟幕很漂亮 新竹有搞头 只是因为你没去过 而且新竹有美食之外 其实景点的部分 虽然没有说是那种大山大水 但是慢慢逛也都是各自有自己的味道 好不好 这个就是新竹谁推荐的呢 刚刚新仪带我们去的 算是她一个故乡 那最后压轴推荐换谁呢 马老师要带我们到基隆了 基隆哪个庙呢 没有意外 来看到呢 当然就是基隆庙口 基隆的奠祭宫 这里到底要吃什么玩什么 休息一下 好 好